这架飞机摇摇晃晃地降落 你绝对想不到 驾驶飞机的竟然是 一个11岁的小女孩 而驾驶员却在旁边昏死过去 这都是因为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人 都因为食物中毒陷入昏迷 小女孩侥幸没有中毒 关键时刻 她接替驾驶员 驾驶飞机安全降落 之后女孩就踩着滑板潇洒地台 女孩名叫洛卡 她的父亲去太通出差了 所以她这一次要搬去和外婆同住 外婆并没有来接机 于是她自己打了一辆低势 路上她正和司机聊得更开心的时候 忽然从路边窜出一只松鞋 司机抵挤倒弯撞到了一旁的车 洛卡冒着被车撞到的风险 去把松鼠抱起来 之后把松鼠递给司机 接着直接坐上司机的车 来了个完美的侧方位停车 这精彩的操作 直接惊带了司机 后来洛卡沿着导航 成功找到了外婆家 这是祖孙俩第一次进行 洛卡热情地拥抱了外婆 但外婆却并不欢迎她 直白地表示自己不会照顾她 更不会送她去上学 因为洛卡的母亲 就是因为洛卡的到来 而难产去世的 洪娜之后 外婆就格外不待见洛卡 面对外婆的冷卧 洛卡一点也不在意 晚上和爸爸视频的时候 为了不让爸爸担心自己 于是并没有告诉她自己的情况 第二天清早 松鼠不小心跑到了外婆红边 熟睡的外婆被她吓起 在追赶松鼠的时候 外婆不小心跌倒了 听到声响的洛卡想要帮忙 却被外婆直接拒绝 洛卡只能自己先去学校 到了学校刚好赶上开学典礼 校长拿着点名册 询问她是谁 谁知她直接反课为主 挪过话筒 开始询问校长的名字 这简直是当代社交汉服 回到班级后 班主任提议让同学自我介绍 就在洛卡准备介绍时 松鼠醒了过来 洛卡为了给松鼠换药 于是直接抱着松鼠就走了 老师和同学都惊呆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同学 回到家后 洛卡才知道外婆的摔伤很严重 之后很长时间 都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 这就意味着洛卡 给一个人生活一段时间 之后同学过来给他送作业 他就窜多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还解释说 家庭作业 不过我们不在家 那就没法做家庭作业吗 这里有同学完全没办法反过 于是洛卡就带着同学来到河对岸 准备用废弃的瓶子造一艘船 他们来到附近的酒裁了 遇到了一群流浪汉 其他人对这些流浪汉避之不及 而洛卡却主动和他们打招 甚至愿意和他们握手拥抱 洛卡向流浪汉借造材料 和同学一起做了木访 一起玩耍了整整一天 洛卡第二天就成功被叫家长 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课 但下面的学生却没有人注意听 不是在玩手机 就是在开小拆 甚至还把纸飞机扔在总台上 这时一个女孩站起来 开始讲航天小知识 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洛卡仅仅用一个小故事 就讲清楚了老师想讲的 污水处理这节课的知识 但旷课了一天的洛卡 还是被叫进校长室 校长批评了他旷课的行为 表示要叫他的家长到学校 但是洛卡表示自己 现在是独自一人生 校长更加生气了 因为在这里 小孩子是不允许独自居住 他当即要把洛卡 送到儿童福利院 但洛卡却没有听他说话 他的视线被窗外俯吸引 楼下一个人 正在被两个女孩霸凌 之后洛卡不顾校长 直接转身下楼 这是霸凌的那个女孩 在追逐中 被自己的书包绊倒 被磕破了头 幸好洛卡学过一些急救知识 很快就将伤口处理好了 等救护车赶到时 都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校长赶到后 却没有处理霸凌的人 而是开始质问洛卡 发生了什么 洛卡表示他来得太晚了 但是校长认为 教书才是他的责任 他不能保证全校所有学生 每个人都能快乐 最后对洛卡说 你心里还没 听到这话洛卡就起劲了 在地上画了个圈 然后用一个大喇发 召集了所有年纪的学生 开始问他们问题 如果答案符合 就走进圈内 第一个问题是谁养猫 班主任觉得很有趣 率先走进圈内 中间动了起来 第二个问题是 谁有吃手指的习惯 第三个问题是 谁真正快乐 同学们都把这当成游戏 每个人都兴致勃勃 配合度也越来越高 最后他提出 故意惹过同学 不开心的人紧站出来 只见一个男孩犹豫了一下 最后默默走进圈内 渐渐的有些孩子 也默默走进圈内 他们都惭愧地低下头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校长明白了洛卡的做法 这样做让同学们 明白这样做不好 比起老师严厉的批评 更有效 放学后 洛卡去看完外婆 他不知道外婆 是因为松鼠受伤的 所以当外婆看到松鼠后 就大发雷霆 指责洛卡 只会给别人带来乐运 洛卡伤心地离开了 这时外婆的朋友 看不下去了 他责怪外婆太过分 但洛卡妈妈地离开 始终是外婆的一个新子 那是他唯一的孩子 但朋友却告诉外婆 洛卡也失去了母亲 不是吗 难道现在连外婆也要失去吗 外婆沉默不语 回家的路上 洛卡遇到一个流浪汉卡斯帕 二人互到伤心事 卡斯帕本来是金牌律师 不久前他的妻女发生了意外 离开了这个世界 于是他放弃事业 在街头流浪 洛卡邀请他到家里吃饭 但是两人刚到家 就有人暗醒闻灵 到访的是儿童福利中心的调查员 如果被发现洛卡现在是独自居住 就会被送去寄养 接近的洛卡 直接对着卡斯帕叫爸 卡斯帕也很配合 直接披上毯子 掩饰自己身上的脏乱 但等到吃饭的时候 就露馅了 他实在是太饿了 吃得狼昆虎咽 调查员表示自己会如实报告 如果洛卡这几天 还是找不到监护 就会马上把洛卡送去寄养家庭 等到洛卡送走调查员后 卡斯帕已经离开 只在桌上留下字迹 感谢洛卡的款待 同时也让他对生活又燃起了希望 这也启发了洛卡 他决定做些有意义的事 这个女孩小省年纪 就决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洛卡和好友带了一些食物和水 找到河边的流浪汉给他们分发 还拍摄了视频 希望人们能够更加关注流浪人群 不要因为外表嫌弃他人 为了增加关注度 洛卡把自己开飞机的画面放在开头 这个视频很快就在网上爆火 校长和班主任都感到很惊讶 但是即使是这样 洛卡也逃不过被寄养的秘密 儿童福利社将要为他举办听证会 以此来决定他是否需要寄养 洛卡找了很多保姆 但是都没有人愿意当洛卡的监护 听证会很快就要开始了 这时洛卡想到卡斯帕 他找到卡斯帕 希望他能为自己辩护 但是却被对方拒绝了 卡斯帕就是因为案件 错过了接妻子和女儿回家的事情 这让他永远失去了他 所以他决定把自己放了独 洛卡听完后 用自己的精力来激励他 因为妈妈的去世 外婆一直不待见他 但是他坚信 妈妈绝不希望他会难过 他相信卡斯帕的家人也一样 卡斯帕陷入了沉默 听证会开始了 老师接洛卡来到听证会 虽然班主任极力为洛卡争取 但法官一就要将洛卡送去寄养家庭 最后班主任忍不了 直接拿出报纸拍在法官面前 洛卡才11岁就拯救了一飞机的 这时候卡斯帕也赶到 他可是金牌律师 对付这点小事完全不在话下 成功说服了工作人员 让班主任在外部出院前 暂时做洛卡的监护 结束后 塔帕斯刮掉了脸上的胡子 换上一套西装 他决定重新开始努力生活 三人漫步在沙滩上 塔斯帕告诉洛卡 他决定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成立一个慈善机构 来帮助更多的流浪汉 洛卡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拿出手机让同学们 明天带一些瓶子到学校 卖瓶子的钱将会投入慈善机构 第二天孩子们带了许多空评分 在校长的帮助下 洛卡再一次举办了画圈问答游戏 不同的是 这次的参与者还有家长 每个人都可以上前提问 家长和孩子之间也更加了解彼此 最后一个问题是 心中有爱的人请进来 所有人都躲上前 他们心里都充满了温暖的爱意 与此同时 医院里的外婆也看到了洛卡的视频 她也终于醒悟放下了心情 匆匆赶到学校紧紧抱住了洛卡 至此电影结束 电影的情节虽然夸张 但其中的洛卡努力改变周边世界 每天都能量满满 像那小太阳 也深深地触动观看着人类型 电影中表露的亲情爱情 教育方式以及人和人的共识 也有很多值得深思的自己